你知道现在有多少90后的夫妻啊 因为前离婚没有走到最后的吗 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扎心的事情呢 就是这两天呢 我认识了八年的一个同事啊 他老婆跟他离婚了 原因呢就是因为没钱呢 就是他老婆嫌他挣不到钱 挣不到大钱 也不算离婚吧 因为他们两个根本就没有结婚 也没有办酒席 也没有领证 就是在外面打工认识的 然后就这样带回家的 生了两个小孩 然后就一直都没有结婚 也没有领证 更扎心的是 我那个同事他老婆走了之后呢 跟了一个有钱人 是一个做生意的老板 2012年的时候呢 我在深圳龙华那边上了一年的班了 也就是在2012年 我认识了我这个同事 然后呢 我这个同事呢 也认识了他这个老婆 因为当时很年轻嘛 又是农村里面的 所以呢就没有钱了 办酒席 就这样直接带回家了 一直到现在 后面有了小孩之后呢 我那个同事就没有到公司里面去打工了 他就在他们老家那边的市区里面 在工地上面做事 在工地上上过班的人都知道 工地上面是非常累的 而且就是工地都是不怎么稳定的 基本上都是忙一阵子 然后就闲一阵子 然后我呢 就是这么多年来呢 跟我那个同事一直都有联系 也是时不时的 有时间就会跟他去打个电话 发个信息什么 他在工地上面赚的钱呢 基本上只够开销啊 只够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开销 买车买房就更不用想了 是不是 能养活这一大家子就已经很不错了 不知道那些已经结了婚的人 有没有发现了 就是在你刚谈恋爱的时候 或者是刚刚结婚的时候 女方基本上不会嫌弃你什么的 然后等日子一长呢 是不是 女方看到就是看到别人都买钱买房了 是不是都赚到很多钱了 然后呢 他就会开始嫌弃你了 我就想问一下那些已经结了婚的人了 我说的这些是不是这样 我跟你讲 现在这个社会 没有什么是比钱比转账更有用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结婚 还有现在离婚率这么高的原因了 是不是 可能很多在农村老家的人了 都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私生活是有多么乱 尤其是现在出门在外 那些在工厂里面打工的人 经历过的人都懂啊 我就想问你们一句 你们知道什么叫临时夫妻吗 更关键的是 这所有发生的一切啊 都是因为这个 都是为了这个 为了钱啊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观看了 下次再见 拜拜